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了一年多了 我比他大七岁 我就是觉得他太不定性了 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长性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为我们的未来考虑的太少了 他总说我太着急结婚 我现在对我俩的未来挺迷茫的 总说我干啥都干不长 一点也不理解我 不能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问题 我干啥都在他那儿得不到肯定 我不是不考虑未来 本来结婚这个事情 就不是着急的事 那不得都准备好了才能结婚吗 就不能给我点时间吗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李先生26岁来自黑龙江 双修 有请李先生 顾女士33岁来自黑龙江职员 有请顾女士 欢迎两位 一脸那个愁云惨物的 怎么了小顾 就是我对他太多意见 小顾比他大一些是吧 是 小弟弟 小孩们得原谅 咱们还气坏了身子呢 怎么了 怎么招你了 就是从第一次我俩认识开始吧 然后我就觉得他认识挺抠的 第一次去吃饭吃的火锅 突然拿菜单上来之后 然后他整个过程都没让我看菜单以下 他自己点菜 然后点的都是他爱吃的 然后把菜单递给我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我兜里就一百块钱 然后不够 然后你贴 当时我就一脸懵圈 我就觉得你这请我吃饭 然后就带一百块钱出来 那我是第一次请你吃饭 我现在看你瞅着有点不说话 尴尬 缓解一下尴尬的心情 没想到你就信了 就是 人家说的是现金一百 对信里还有好多 好多 那你这开玩笑 你也得有个场合吧 然后还有之后 吃饭不就是开玩笑的场合 点菜的时候 不就是开玩笑的场合吗 然后跟他朋友出去吃饭去 然后他也是 那天那个 就是有的朋友四五个人 我们出去 然后我就特意打扮了一下 做个头发 穿裙子 然后他那个哥们儿 喜爱都说 哎呀你今天真好看 然后我就转头问他 我说我今天好看吗 他可倒好 当然来一句 啊你哪好看呢 你说你长得跟萝卜成精了 那你说 当你朋友面 你就那么说我 那我不是开玩笑吗 那你平时你说我的时候 给我朋友跟起来说我 说我长得像大年鱼 那我 我也没说啥呀 那都是第一次见面 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都认识了 你说说 跟你开个玩笑 你说你也当这样 那你能不能顾及一下 我是女孩啊 在外面的时候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哇这个 那你说你 那你跟我朋友跟起来说 你喝酒喝多的时候 那家伙双手插兜的时候 晃晃的 哈尔滨都是你的了 那你咋说呀 什么意思 就是喝完酒喝多了 谁喝多了 他 然后呢 喝多了就开始 就是 神也不服了 双手一插头说 那 就像我现在这样呗 对 就是晃晃的 这个外面还好点 因为各家里都 各家里都更足啊 一说他 完了 就开始哭了 有一次我说的 你是不是走到 放鞋了 大家开始可好了 开始 各屋里都坐上了 乒乓一顿碎 那是喝酒的状态 没喝酒的状态 喝酒的状态 酒后耍酒疯是吧 对 就耍酒后每次都是那样 那谁喝完酒 还没有点情绪发泄了 那我不是回家跟你发泄 我也没在外面啊 哦 是 你搁外面好点 双手一插头 完了 谁也不管了 谁也不服 完到家就哭 就作我 哪次都是 有一次 跟那闺蜜一个家吃饭 他闺蜜说我啊 说的 你俩啥时候结婚呢 我说的 等我有钱买房子 完了我再结婚 完了他闺蜜说的啊 那你俩这样也不行啊 那你得等啥时候那结婚呢 不行先把证领了吧 咋得你得给她一个安全感吧 啊 往我说的 主要是我说现在 我的就是 没找着我的自己的好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啥也没有 完了他闺蜜就走了 走了 回来就开始 跟我俩积眼了 谁跟谁积 他跟我俩积眼了 积啥呢 就说我那啥 有没有钱 都不想娶啊 我说我啥时候说这句话了 啊 那我闺蜜不是为我好吗 那他问你这话 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毕竟我比你大 然后他怕 他不是怕你玩心中吗 我不是玩心中 我就是说 想手里头能有钱了 有经济来源了 我就是工作稳定了 我才能说 咱俩才结婚 哎 现在 现在很难找吗工作 不难找 之前我 对 我是觉得现在 如果你愿意去工作的话 真的不难 你说要特别挑剔 真的很难 你这资料上面 不是说装修吗 是装修工还是什么呀 是的 是我刚刚开始 就是跟我朋友 对 让我朋友带我 出来干的 那些装修工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也是装修工 那不装修工 不也算一份稳定的工作吗 对呀 我这是刚开始干 刚开始干 以前做什么的小伙子 以前是送外卖和快递 怎么不干了呢 我不认字 干了十天 老丢件 完了 有的字我还不认识 还得先找 还得先问 所以说这工作我就没干 就用这事跟他来 我俩还超过老长时间呢 快递也是 你干了十天 然后之后你就想送外卖去 送外卖 你说你干了几天呢 就干了五天 然后一天挣三十多块钱 买个摩托车花了六百五 结果卖摩托车卖了三百块钱 一分钱没挣你倒赔钱呢 不是这个倒真是也就不怪他了 就是以他现在的这个文化能力的话 确实他可以做的职业太少了 主要是我摩托车吧 去送外卖我行 就是因为有啥有导航嘛 有导航能找着 但是我骑摩托车 让一车给创了 骑了五天 完了我就不骑了 完了我就卖了 用这事他又说我 说的啊 你就一天啥也不干 成天给大家待着 我说这摩托车送外卖 我说我干不了 我说等我朋友回来 我好好找个活 完了稳定了 完了我再干 他朋友是跟他朋友一起去 就是上工地 干工地就是干一天歇两天 干一天修三天 然后他朋友不干了 他又他也跟着不干了 然后我还得 这边还得瞒着我爸 后来我这实在瞒不住了 再问我的时候 我说我就说在家呢 然后我爸说那个啊 你这他这也不行啊 这也干不了 那也干不了 这以后你俩 要是真结婚了 怎么生活呀 就是干什么事 他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呢 我没想到这么个情况啊 你平常的生活里面 男生干嘛呢 你看你现在你不识字嘛 对 等于不识字 那你干嘛呢 装修 就是装修 装修的业余生活怎么过呢 怎么办呢 几乎我都是在家听小说 从早上听到晚上 一才睁眼就听小说 一直到晚上睡 那个闭眼就睡觉 然后跟你说话 你是怎么回答 啊干啥呀 又干啥呀 又咋的了 就这个态度 也不说领我出现事 溜达溜达 还是干啥 好不容易摸一天 去了趟江边 溜达那可能得走的 就像散步一样是吧 他可都好 在前面蹭蹭走 然后回头跟我说 你快点走啊 那我走那么快干啥呀 我就感觉 我这一趟出去 就好像提前进入老年化 我咋的溜腿呢 跟你 那我行的咋的溜达 就快点溜达吧 溜达完了你就完事了 我行的回去 好好休息休息 所以你的娱乐就是听听小说 对听听小说 会打游戏吗 会打 打吗 打 也打游戏 对 不听小说了 然后就打游戏 反正就是一天跟我没有话说 那时候我天天对着你干啥 行 女生现在应该是着急结婚吧 着急 我就是觉得先领个证 就是给自己一个保障 什么保障啊 就是因为我比 毕竟比她大七岁 就是我怕比如说 再过一年或者是过两年 然后突然间就是我俩分手了 那我就等于耽误时间 哦 你们俩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 才谈了一年多啊 对 哦 你了解这个男人吗 嗯 还算了解吧 就是按你的说法 他工作不是特别上进吗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为什么还要嫁他呢 他这个人就是挺踏实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吧 就是我也不想折腾了 就是 再重新再开始一段感情 我觉得他挺累的 不是 哦 那您现在合计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是这意思吧 嗯 算是吧 那今天来干嘛呢 听着不像说委屈了啊 就是 我这样问问他 到底能不能跟我结婚 哦 逼婚来了 就是他娶不娶我呢 说清楚 他 对 娶 我就嫁 对 不娶 我拍屁股就走 对 哦 娶儿不娶啊 娶 啊 娶 啊 娶 拿什么娶啊 我先 他说了吗 先领证 啊 对 我行 可以先领证 我 领完证以后 我行 也行 可以慢慢慢慢的 我俩在 不是婚后靠什么生活啊 只能就是说 先慢慢 先结婚 完了 再以后发展 慢慢发展以后 咋发展啊 我天天努力 正闲 问问你喜欢 这男生什么呀 开始就觉得 他挺贪 跟他在一起 挺开心的 但是现在 嗯 我就 真没看出去 觉得不行 不行还非要嫁 就是年龄在这嘛 哦 这就是未婚而婚的 一个女人了 呃 你你在学习吗 现在 你得识字啊 你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 这睁眼瞎太可怕了 是吧 是 有些工作 干得非常费劲 我那个时候说 那什么 我说那个 啊 你没事的时候 你练那写字 然后他就不听 他就说那个 啊 我练这玩意干啥呀 有啥用啊 我打字 会打字就行吧 我感觉 耽误时间 因为我感觉 学习那个工作 都能挣钱了 只要是我现在 能找着我干活的 挣钱 只要能干着这个活儿 就行 你了解他这段背景吗 说他不是那么识字 我了解 那他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比较诚实 然后也能吃苦 啥活都能干 但是虽然说 干什么就是不是太有偿性吧 也可能他真就是说 干不了这个行业 所以呢 你对你生活未来的规划 是什么呢 姑娘 我想就是说 如果 真就是说 他能 在之后的日子 能踏实 就是干工作 能干长的话 嗯 就是我想 做点什么 跟他一起干也行 喜欢他什么呀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开朗 有时候他特别的开朗 他开朗 对对对 以前谈过恋爱吗 小伙子 以前谈过 为什么分开呢 单亲家 没有房子 没有钱 女生就是想让男生娶了自己 男生呢 可能也想娶 是吧 对 刚才都没怎么逼迫 马上就说 那我就领了证 也就娶了吧 但是对未来 好像你们都浑浑噩噩 我我的感受 按理说 按照女生的说法 这事儿已经 已经结束了 因为她已经答应娶你了 这事儿是不是结束了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她答应了 我现在也怕 就是她还和以前一样 她以前也答应 但是不去 是吧 对 就是什么事都答应 但是不去做 所以今天这一段 非常有意思 就是当你 有一些情况 不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欢乐的 我觉得年轻人之间 开开玩笑什么的 真的当你了解到 这个男孩 他自己提供的 这段绅士背景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好像对这段情感 有另外的一个看法 加上女生的这个态度 所以老师们 你们看看 他们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来 立总 姐弟恋我觉得 其实有很多 很成功的样板 而你们俩呢 是犯了所有的 姐弟恋的大忌 因为一般来说 姐弟恋里边的元素 就是男生 希望被人呵护 然后呢 希望感觉到 母性的各种各样的温暖 然后自己在里边 像一个孩子一样 特别幸福 你呢 不但没有感觉到温暖 你感觉到的是恐怖 你心里面都是 别扭 委屈 我觉得 再这么下去 你看你这个脸色 比他妈妈还难看 他就离家出走了 而且另外一个元素 是这个姐姐呢 要掌控大权 对吧 希望能够把下面不但是呵护好 而且还能够管理 调理好 而你呢 根本既没有呵护他 也没有带着动他 没有把他给带着上进 利用你的经验 对不对 你的资源 和你有他没有的东西 你竟然什么呢 连他给你开个一百块的玩笑 你都还要生气 你说你像个当姐的样吗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在这个角色里边 你怎么样能够真正把一个 姐姐家母亲的角色扮演好 对吧 第一让他觉得很幸福很温暖 他为什么听小说呀 都不愿意跟你说话呀 因为一说就闹心呀 你看看我看了你这个脸色 我也很难受 我也想赶快逃离 对吗 那么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自己当小孩 但是呢 别人这么不嫌弃你的所有的一切 你自己没有珍惜啊 你在做那个长不大的 不上进的小孩 你就没有未来了 各自都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不管你们是在一起 还是你们分开 不改变人生 彼此都是灾难 好 谢谢利总 来 刹大老师 我们先不谈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先说你们两个人各自的日子 你们两个人各自的日子 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你说你觉得 时不时自无伤大雅 可你的无伤大雅 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无论以前你的人生经历 原生家庭是什么样 当你到现在这个年纪 步入社会 跟社会接轨之后 你应该有一个意识是什么 我之前受过的一些磨难 那我现在想办法 用我的努力来改变 而你的努力不是说 埋头拼命去干活 要先从识字开始 因为你干任何的活 你不识字都没有办法干的 你说装修 让你去买一个东西 你连这两个字 这个东西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你告诉我你怎么去买 所以我觉得 你要先跳出自己的世界 你要先看一看 现在周围的环境 和现在的世界 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每天挂在嘴上 你说我会努力挣钱 我会努力挣钱 请问你靠什么 去努力挣到这个钱 所以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空谈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波红兄 男女之间 哪怕是姐弟恋 如果有真爱 年龄不是问题 长相不是问题 身世不是问题 学历同样不是问题 但现在真真切切的是 他的生成成为了问题 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你 在当今的这一个社会 没有文化不是字 寸步难行 学文化比挣钱更重要 我也相信这个女生 她是喜欢你的 她也是想和你 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女生你的责任很大 你既然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男生 那你就全身心地爱她 爱她不仅仅是情感 还有生活 还有她的未来 这个时候你们需要的是 相互的这种呵护啊 你不要认为 现在她还可以做装修 以后的现代装修 你看不动图纸 你谈何做装修 人家的要求 并不是说 我给你随便画个草图就可以了 你看得懂吗 你会算吗 所以为了你们的未来考虑 我认为边谈恋爱 边视制很重要啊 帮帮她 可以吗 女生 可以 谢谢伯红兄 来 尼娜老师 刚刚于老师说 不识字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 这一点我倒不同意 就像有阅读障碍的人 他也有可能过上很好的日子 实现自己的报复 只是阅读这个事情是 他的一个拦路虎而已 但是你不一样 你之所以能够让老师们 都觉得这么愤慨 因为你不只是不识字 你懒 你太懒了 听小说是一件最容易的事 但阅读好难 听说读写 这就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四个步骤 小婴儿都是从先听得懂开始 对吧 然后到开始压压学语能表达 然后他就能阅读了 阅读到最后开始 小学生要学的是什么 可能也就是写 和怎么把那些潜词造句给他用好 你连小婴儿都不如 卡在那一个读上 都不肯再往前一步 认识这些字 生活在咱一个汉语的这个环境里头 你说能有多难呢 送快递真的就干不了吗 送快递一般来讲 分的都有一些片区吧 只负责那个片区那一些街道 片区那一些小区 你死记硬背 你也能记熟是哪些门牌号 哪些小区街道名吧 你不肯 我不认为你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 会有什么未来 因为你都没未来可言 你真的想嫁她吗 你真的认为你嫁给她之后 有一天会忽然翻身 过上你想过的日子吗 不吧 只是懊恼 我33岁了 除了她 我没别人可选了 而这一个勉强 可以拿来过后半生的人 她对我都还没有 那么强烈想取的愿望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失败啊 这就是你每天心里头 盘横的那些东西吧 所以弄得一脸苦相 33岁 你调整你的状态 你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我不觉得你有多爱她 我也不觉得她有多爱你 我不看好你们 谢谢明达老师 我在想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另外一种这个情感啊 应该是有的 这个情感叫彼此需要 对 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但是我需要一种东西 正好你出现了 也许有人把她理解成爱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这个男生就是这样的 我需要这么一段婚姻 我需要一个她是本分 我认为她是本分的男人 我能够掌控的男人 她出现了 对男生来说 以她现在的这样的条件 有一个女生愿意 跟她有一年的相处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我们老师都讲到了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 有很多人不诗文也不断字 但是她很明白生活的道理 这就是米娜老师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们愤怒 我们愤怒在懒惰 你可以就是没关系嘛 你说我没有诗文端 但是你勤奋学习嘛 勤奋学习不一定说 我要读书要怎么样嘛 你向生活学习嘛 你要感受到时代的变化 给你的压力 所以对你来说 不是学习的问题 你先把思维打通 最终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们觉得彼此需要 就是一种爱的话 你们就坦诚地去面对它 把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说清楚 女生需要的是一个踏实的 对她好的男人 但是这个男人还不能不上进 没错吧 对 你是吗 如果你不是 你愿意努力为他做吗 男生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给他温暖 这个温暖 我再给你加一个定义 是可以给他加的温暖 能够避风的一个港湾 当然现实生活还要求 这个港湾里的人 能带着他往前走 你是那样的人吗 你有那种力量吗 你们想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希望就是 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能踏踏实实地 好好的 以后挣钱 也不说天天不理你 我会为你考虑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以前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 你这个人 比较厚道 然后 比较踏实肯干 但是接触之后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觉得 你不用上班又有钱 花这种生活 就是让你越来越安逸了 但是我需要的是安全感 我 我以后能好好地挣钱 希望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啊 请回请回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